听说无名版的杂冠很有挑战性 那咱们今天就来玩一下这一关 独孤求败 嗯 独孤 难道说 哇 黑蘑菇 直接开 兄弟们 这一关不跟那种玩似的嘛 来 来 加个痛快 那这 那这样的话咱们就一把过了呀 好的 我是牛牛 点播关注 咱们下去 醒醒吧 不要做白日梦了 兄弟们 那这一关也没什么挑战性啊 有手就行 那今天咱们就一把将它过了 来吧 我的黑魔 好难过 这不是我要跟那种刺过 结果 哎 不是 兄弟们 这不是开玩笑吗 那个小鹏菇让我独孤求败 哇 原来是会移动的小鹏菇 哇 直接给你惨了 看你就来气 这一关既然哪个小鹏菇让我开局 肯定不是无解的 所以咱们先把罐子全部砸开 看一看僵尸的阵容 哦 有一个窝瓜僵尸 五王僵尸 雪橇小队 那这就简单了呀 重新开 开局咱们就用可移动的小鹏菇 去套路窝瓜僵尸 来吧 给我调个好子 哦 魅火菇 我记得思路是有一个大爷的 那就魅火大爷帮我们搞定思路呗 哎 不是 这有跳跳僵尸就没法玩啊 兄弟们 难道我一个小鹏菇还能挡住跳跳僵尸 不成 重新来 给我调个好兄弟啊 之物 哎 又是魅火菇 思路 让我开二路呗 哇 有巨人你不放后面放前面 这不直接丢小鬼进我家了吗 小鹏菇给我干掉它 兄弟们 为了让你们看得更清楚 我把透视打开 这样就简单了呀 来 给我调个耗子 哦 一个三线还不错 这阳光菇就没什么用了呀 哎 谁说没用 什么没用 樱桃都没有用了 什么才有用啊 开玩笑 呀 这矿工僵尸出土向前 是什么操作啊 兄弟 别搞 别搞 我透视都开了 给我个面子 小风扑打死他 哦 卷心菜来了 卷心菜来了 应该就稳了呀 掉了一朵双子巷子葵 还不错 樱桃又着落了 再开一个 坚果僵尸问题不大 坚果僵尸 问题大了去了 这我哪打得死啊 不是 兄弟 你肯慢点 给个面子 透视都开了 给个面子 哇 樱桃还差五毛 小朋友给我挡住他 你行的 小朋友 完了完了 小朋友好像不行了呀 阳光快点好啊 下药没了 哇 阳光来了 你找这啊 危险解除 危险解除 拿到一个南瓜壳 这是个好东西啊 直接放二路 把五王开了 有南瓜壳挡住的话 五王就可以一直召唤小弟 我们就可以一直刷卡片 兄弟们 发家之父 值日可待呀 这波来了一个 机枪射手和三叶草 机枪射手的话 就中四路 三叶草吹一下 到后面去给我 慢慢的召唤吧 又掉了一个樱桃 和地磁王 全是好东西啊 兄弟们 樱桃咱们直接把五路的扶梯给搞定 地磁王就放 哎 加龙炮又来了 哇 又来一个兄弟们 发家之父还得看五王啊 三叶草再吹一下 学后面给我从头再来 冰车可以先解决掉 五名版的冰车还是很强的 哦 又掉了一个地磁 那下面的冰车 咱们也可以一同解决了呀 哎 不是 你这车都爆了 还能对我头的 兄弟们 看来这冰车会玩啊 经过我们的不懈努力之后 五王僵尸最终还是倒下了 我们也拿到了这么多 哇 又来了一个加龙炮 二爷 听说你号称像风一样的男人 那你可曾听闻加龙炮呢 哎呀 看来你不喜欢加龙炮 你喜欢猫威草 那这样搞的话 江神门没得歪了呀 哎呀 危险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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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 我 我 我 最后场上还剩下一个巨人 那就三发加龙炮 结束本场不公平的战斗 要怪你们就回去怪我王吧 好的我是牛牛 不要忘了关注哦 咱们下期见拜拜